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家裡有跳濕問題 經檢查後發現有潛在漏電問題的案例 這個舊客人提到工人房裝了一部新冷氣之後 一個月有一兩次半夜就跳濕,非常困擾 所以就光顧了我們的賞滿檢查服務 我們馬上聽聽Tommy師傅講解一下當時的問題 很有可能,姐姐說安裝了這部冷氣機之後 就開始跳濕,一個月跳兩次 這種情況呢,要不就是 冷氣機跳濕的原因 為什麼跳濕呢? 就是它的壓縮機有漏電,超過了30毫安 就會跳濕 這條感覺是管著這一層的插鬚 但剛剛看,又沒有什麼是超負荷 因為都不是很大電量用的東西 因為剛剛看了這麼多地方 都不是太多電量用的東西 由於這部冷氣機是插著13A的插鬚 所以Tommy師傅就用認可儀錶先測試全屋的插鬚 但一測試就發現有問題 我們馬上聽聽當時Tommy師傅怎麼說 不過事先聲明,不要模仿片中的測試 因為是很危險 根據電力條例第406條 一定要符合資格持有有效電工牌照的人士 才可以做和電有關的檢查和測試 這個儀器就是用來測試插鬚 有沒有接適合線的 以及測試水器掣 用30毫米的水器掣 看看會不會跳的水器掣 即是水器掣沒有反應 這是第一個 這是廚房的水器掣 即是說 如果這件器具在漏電 在例子上 它應該將水器掣懂得跳的 但它現在不懂得跳 就會有觸碰的問題 再說一次 即是綜合以上的因果關係 即是說 現在這顆第三顆 是運作正常的 其他那些 即是其他那些 即是其他那些 1、2、4、5 都是運作不正常 即是本身 是發揮不到它的應有功能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1、2、3、4、5 聽到聲音 但它不懂得跳 這是TEST的一顆 第四 第五 所以 經過 這四顆 這四顆 出現的 老鼠尾 的插鬚 假設有漏電 是做不到保護作用的 需要更換 需要更換 檢查其他 現在 沒有漏電的職場 最主要就是這部分 Tommy師傅 向客人報告供電系統的問題之後 客人覺得是需要盡快維修的 就立即光顧我們的維修服務 經過Tommy師傅的一番努力 更換壞了的部件 供電系統回復正常 支持問題也迎刑而解 所以 正所謂 小心 洗得萬年算 如果大家家裡有 供電系統的奇難雜證 好像經常跳劑 關燈之後有余光的問題 又或者是業主 出租單位前 想做好一個檢查 確保電力系統是安全的 又或者是新裝修 想找人驗一驗供電系統 是否合乎法定標準 有沒有偷工減料 或者例如遇到裝修公司 不肯出員工證明書 即WR1 我們可以代理檢查 全屋的供電系統 如果有問題 會指出問題和解決方案 給你裝修公司跟進 如果沒問題 可以代發員工證明書 所以我誠意推薦 TYLighting的家居供電系統 上滿檢查服務 首先我們公司是幾年處 註冊電力承判商 這個服務是由持牌合資格 電工師傅進行 既專業又可靠 我們的服務包括 第一 使用認可儀錶 測試供電系統的環路阻礦 是否合乎法定標準 第二 測試全屋的插槽是否運作正常 沒有插槽是否接線正確 有沒有其他潛在流電的風險 第三 檢查配電箱的安裝接線等等的細節 是否合乎法定標準 測試漏電保護裝置是否運作正常 第四 使用認可儀錶進行絕緣測試的檢查 第五 檢查全屋的金屬部件有沒有接地保護 好像鋁質假天花有沒有裝置保護導線 第六 測試全屋有沒有漏電 第七 根據客人提出的問題尋找根源 和提出解決方案 完成檢查後 我們公司會因應客人的供電系統 發出書面報告 指出問題所在和解決方案 方便客人日後與維修人員的溝通 如果發現供電系統沒有問題 就會簽發一張員工證明書 即是機電柱表格WR1 以證明電力裝置符合法定安全的規格 有這麼棒的檢查部門 不要猶豫 快點WhatsApp我們查詢預約 您貼信